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应该要在主里喜乐 但人生有两大因素限制了我们实际能感受到的喜乐 一 当然是人生中或多或少会经历的试炼 甚至是苦难 二 对一些人来说 虽然他们未必经历很惨痛的苦难 但他们感觉生活很单调 虽说他们不会不开心 但他们也很难觉得特别喜乐 只是很平淡的一天过一天 这两个普遍因素不禁让信徒问 基督徒怎能在这样有苦难 不然就是单调沉闷的人生里有满足的喜乐呢 首先 让我们先谈苦难与喜乐 人一般都觉得喜乐与苦难是完全相冲的 有苦难怎能同时喜乐起来呢 不管是在逻辑的理解上 或是在感受方面 这两者都有极大的冲突 但圣经却明明告诉我们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领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原来我们在地上只能预长到一部分 而非完整的喜乐 当我们说基督徒应该在主里享受到喜乐 这并不代表我们否认信徒在地上也会经历到实际的痛苦和难过 这也不是说我们现今在地上就马上能尝到完整的喜乐 我们都知道 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 我们就还不能够享受到最满足的喜乐 因为我们还被罪的后果和败坏缠累 并且 唯有我们真正能够与主面对面而尽到他完整的同在时 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喜乐的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3章说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完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所以 我们虽还不知道完整的喜乐是怎样的滋味 但我们在地上借着神的恩典 也已经能够预长了在主里的喜乐 但在神奇妙的设计里 我们在地上不能享受到全然的喜乐 这也会让我们更是期盼将来见主面时 所会得着的永远喜乐 这样 我们就不会只满足于地上短暂的喜乐 以致我们不向往天国 我们真正的所属 重要的 基督徒在地上的喜乐 虽不如那永恒完整的喜乐 却也是真实的喜乐 其实 就算我们在地上所享受到的喜乐 不是最大程度的 但在主里的那部分性的喜乐 也甚至比世界所能给我们的喜乐还大 世界只能肤浅和短暂的满足我们的肉体 但从神而来的喜乐 却能滋润我们的内心深处 即使在地上我们有苦难 但从神而来的喜乐是可以盖过那苦楚的 这是保罗在苦难时所经历的喜乐 从神而来的喜乐并不是被人的情况局限 纵使地上没有什么可叫我们开心的 我们也可以因基督所给我们的救恩欢喜 如同耶稣告诉门徒们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对那些正在地上受苦的信徒 耶稣应许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 但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那另外 我们也会看到 有些信徒在世上虽然没有太多的患难 但他们的信仰生活也很难喜乐起来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因为生活太单调沉闷 所以他们觉得没什么好特别喜乐的 或许他们的生活太频繁枯燥了 每天都在重复做同样的东西 比如面对一堆的家务 或是忙不完的工作 或是一群吵闹的孩子 或是天天回家面对一样空荡冷清的房子等等 以致他们对人生也没有抱着多大的期待和喜乐 经一天起床时也没有特别的感恩或动力 可能那些人生有巨大苦难的人 看到这群可以享受平凡生活的人 会认为后者应该很感恩喜乐才对 而这些生活单调没有大灾难的信徒们 心里也知道自己应该感恩 但奇怪的 他们有时就是因为生活沉闷而提不起劲 也无法真实的享受到基督徒应该有的满足喜乐 另外也有很多人觉得基督信仰就是一堆扫人性质的条规 只有剥夺信徒的乐趣不能带来喜乐 所以他们就误以为基督信仰只能是沉闷闷的 没有令人振奋的喜乐 这就是我们应该恢复孩童的单纯之处了 一个孩童是很容易开心满足的 只要给他一些很平凡的东西 如一颗糖 冰淇淋 一个玩具等 他就可以很开心了 就如我的小外甥是可以每个星期玩同样的游戏 也不会觉得闷 但大人却不一样 因为我们很容易贬低平凡事物的价值 而对他们感到厌倦 甚至对神的恩典我们也容易极以为常 就渐渐看小神恩典的价值 也失去对神恩典的感恩与喜乐之心 其实若我们认真的确认神在我们平凡生命中的恩典 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有很多可以感恩的理由 也会发现原来很多我们以为平凡的事背后都有神奇特的作为 如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活着本身 就是神奇妙的在背后支撑着我们 原来今天我们有事物忙 背后也有神要给我们的使命操练与观念 因为主耶稣是在我们生命里的每个细节与我们同在的 所以我们纵使在单调的日常生活中 也可以遇见做新事的主 赐新感动和新恩的主 以致我们不会觉得闷 所以圣经说 我们是可以常常喜乐的 保罗在菲利比书第四章说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弟兄姐妹 你今天喜乐起来吗? 有什么正偷走你在基督里应该享受的喜乐呢? 是某些苦难吗? 或者你没有苦难 但却很难在平凡中找到特别喜乐的理由呢? 但愿圣灵今天借着神的话 使你心中恢复主的喜乐 虽然我们在堕落的世界 所能享受到的喜乐还不完整 但我们仍能预先尝到 神所赐真实的喜乐 愿这样的喜乐今天充满你 是某些不完整的喜乐